说到曹魏的灭亡 就不得不提到曹丕的过错 作为魏国第一个皇帝 他改变了曹操的四大基本政策 最终导致了曹魏被司马氏篡权 一曹操限制士族 曹丕过分信任士族 士族是东汉中期以后 兴起的一股强大势力 在汉末三国时期 士族已经是最强大的政治势力 其中的代表有袁绍家族 巡域家族 司马家族 陈群家族等 袁氏的袁绍 袁树 是乱世初年最强大的两股势力 而颖川巡氏是曹操集团最重要的支撑 巡域一个人就给曹操推荐了巡优 国家 中瑶 陈群 司马懿 杜席 细致才等人才 可见士族的人脉影响力 对于士族曹操既利用也打压 曹操虽然得到了颖川士族的大力支持 但他对士族始终是心存防备的 他知道士族之间互通有无 如果放任不管 会伟大不掉 所以他对士族的信任始终是有限的 他始终没有让士族掌握兵权 如巡域 巡忧 陈群 司马懿等 始终都只是谋士掌握兵权的 都是曹氏 夏侯氏等亲信 或者是张辽 徐晃等非士族将领 曹操也不忘实时打击士族事 边让孔荣 巡域 崔衍 杨修等 士族名士都死于他之手 而曹操继位后对士族却过分信任了 司马懿 陈群在曹操时代 职位都不高 更没有染指兵权 但在曹操继位后 二人都为集人臣 且都开始掌握兵权 陈群在曹操时代仅仅是始终 曹操继位几年后 他官至镇军大将军 领中护军 陆上书氏 司马懿在曹操时代指示君司马 曹操继位后 司马懿官至府军嫁劫 加几世中 陆上书氏 曹操临死前还任命司马懿 陈群 曹真为顾命大臣 并告诉曹瑞 三人可完全信任 在国家的选官政策上 曹操通过了陈群提出的九品中正制 选人上完全向士族倾斜 从此为国选人主要看出身 门阀氏族势力开始快速发展 二 曹操重用曹氏 夏侯氏 曹操打压本族势力 对于曹氏宗族 以及世代殷亲夏侯氏 曹操非常信任 如曹洪 曹仁 曹真 曹修 夏侯渊 夏侯敦等 都是手握重兵的大将 曹操继位后 却对自家兄弟甚是防备 曹张离其死亡 曹直则被严厉看管 曹操的其他兄弟也都被严格看管 如囚犯一般 如曹真 曹修 虽然也被曹丕重拥 但受信任程度 却不如陈群 司马懿 三 曹操重用韩族人士 曹丕却不重视 用人方面 曹操是为财士举 不看出身 无子良将 李典 徐楚 典维等 都出身普通 却都得到曹操的重拥 曹丕一上任 就通过了陈群提出的九品中正制 从此曹卫用人 就主要看出身高低 韩族人士很难得到重拥 四 曹操时代权力分散 互相制衡 曹丕时代权力集中 一家独大 曹操时代 文官只负责行政 后勤和谋划 武将掌握军队 权力分散 士族 韩族 亲族三方 互相制衡 而到了曹丕时代 士族一家独大 压倒了皇亲和韩族 而且权力也高度集中 如司马懿 陈群都是既领兵 又掌握行政大权 司马懿 陈群都路上舒适 同时陈群担任镇军大将军 司马懿担任府军 二人都是出将入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